因为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提前了 所以我刚才看到这个前面这个片头啊 有一个回顾就是爆料革命在过去的几年 就是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 但是我看有几个人好像就是 委内清明贼 对就郭宝胜还有那些 为什么他们那时候也在这里头 对 你就是问为什么这几个人会放在视频里面 对对对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 你看那个视频是咱们在有做的一个回顾的视频 那回顾当然是回顾过去七年 到现在每一年的这个春节 这个新东联邦爆料革命是怎么过这个春节的 过现在好像我刚才看是2018年 那是2018年 对2018年 他们那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但至少那个时候他是支持爆料革命 支持灭共的 所以咱们就把它剪在里边 那有什么好处呢 就咱们为政不破 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灭共 他们是跟着爆料革命灭共 但是到今天 或者说后 接下来那一两年 他们已经就反爆料革命 退出爆料革命 或者因为我们发现他们是欺民贼 这个假命运 是吧 这个就是一个是为政不破 给展示给大家看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要展示 新东联邦爆料革命过去七年以来的变化 你看过去最早先的时候 郭县在这个推特上面 一个人在战斗 然后他说是推友 推友 对 然后后来逐渐的就有更多的这个战友加入 然后大家的兄弟姐妹 然后人是越来越多 到今天我们有这个 这个上百 成千上万的这些战友 几千几万的这个战友 在加入进来 然后我们一起在 这个战斗 然后全球化 国际化的 过去就是国县从七年前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回顾一个变化 有人 你看到有人离开了 有人反爆料革命了 有人躺平了 但是我们看到是 更多的新的战友 新的灭共能 咱们这个中华人加入进来 然后更多的人在战斗了 你在对比 我们你看这个 这个是爆料革命过去七年的这个历程 你在对比中共 中共过去的七年到现在 他经历什么样的变化 七年前你看国县在爆料的时候 尤其是419报这个 海航王岐山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共是什么样的情况 全世界到处买买买 是吧 海航还有很多的这些 所谓的国际跨国公司 到处买 对王健林 等等马云他们 我记得马云还到美国来 许诺一百万这个就业是吧 对 再到后面你看海航被爆料 然后破产 王健都死了 然后马云失踪 对马云失踪 对 然后紧接着后面 后面经历什么呢 后面习近平 习特勒上来了 上来了以后就要给全世界开药方 对吧 给全世界指导 然后病毒 疫苗等等的 再到今天 你看中国的经济变成怎么样了 从七年前到现在 一落千丈 现在这个股市跌跌不休 都已经跌破2700点 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 看爆料革命 一路向上 看共产党一路向下 这就是一个对比 在中间当然过去有伪类欺民贼 还有一些假的战友 残户其中 这我们不排除过去 有人混在其中 过去或者说我们也说 有几个别的人 可能过去也是真的 是愿意去反共灭共的 但只是他们动摇了 他们害怕了 或者说他们是带着目的来的 这个就是过去的这个回顾 所以回想这个七年前的 其实美国和西方社会 我觉得跟现在的变化也非常大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郭先生在这个 华盛顿DC的国家新闻俱乐部 第一次告诉西方社会 黑暗会降临 然后中共有这个蓝金黄 那时候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还哈哈大笑 那我们现在看看 就是从今年 就是回顾这一年来 就是2023年吧 应该是刚刚过去的 就这一年美国就是和这个西方 无论是加拿大呀 还是澳大利亚 现在就是对中共的这个认识 非常的清醒 尤其我看到在就是 过去的这个几周内 美国的这个无论是 当时我们就还说过嘛 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 这个Janet Yellen 她那时候其实是 就是对中国是抱有一种好感 而且听说还是这个 善未见的导师 但是我看到呢 就是前两天呢 她竟然就是在公开的 这个听证会上呢 她说美国就不应该 再给这个世界银行投资 应该是断绝 就是给中共继续 财政上的输血 所以就看到这个变化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像她就是像 无论是美国的财长和华尔街 其实他们对中共 就是一直都是说 愿意跟他们去采取 合作的这种方式 但是她竟然能说出 这样的话 我还是觉得挺震惊的 对所以说我们说本质上 你像灭共这一块 我美国无论两党斗的怎么样 它都在这一点上 是达成共识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去也讲过 就是美国呢 你不管它两党怎么斗 它过去可能 这个党派内部 有人跟中共去勾结啊 或者说这个伤害这个利益 但是两党在上 这个国家利益保护 这一块那是一致的 它不会说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 来去跟你中共去勾兑 是吧 可能里面有诟别人 是可能会这么做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今年呢 是美国的大选年 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如果他们这个就是 希望能够获得 美国的民心和民众的支持的话 那么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呢 他们对美国民众 一定要有个交代 包括现任的这个拜登政府 他们在寻求连任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我看到 就是美国的财政部呢 前两天已经派了一个代表团 去中共国 就是继续谈一些经济上的问题 然后这里面有 专门有讲到 这个美国的财长呢 耶伦他再次讲到 中共所做的这个 很多经济方面的措施呢 是有害于美国的人民 和美国的企业的 所以我看到 现在他们就是对这个 中共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是非常 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哦 对 所以然后据说呢 这个耶伦呢 会就是再次访华 那么我们就是期待看看 他们这次访华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导哥 就是在2023年新中国联邦通过体制内的爆料人 给向全世界呢 就是爆出了很多独家的这个情报的信息 尤其是这个中共呢 在世界各地呢 去支持一些代理人的战争 给邪恶轴心的势力 包括伊朗 北韩和俄罗斯 提供这个军事的援助 那我看到这个就是这两天呢 美国的五角大楼 现在也公开的 就是把中共国视为一个对美国造成 就是在军事上 是造成一个严重威胁的一个敌对国 所以现在无论是从这个经济 还是军事 甚至外交上面 我看到就是美国作为这个自由世界的领头人 观点还是表达很清晰的 虽然现在是拜登政府 其实我们看到拜登政府 对中共的这个围追堵截的这方面 一点都没有放松 一点也不比川普实际差 对吧 对 是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华人最关心的呢 就是说海外的华人 那就是大家都很知道 这个千人计划 那我又看到就是 就是前两天 美国的媒体又爆出了一个 加州的一个硅谷的一个工程师 他被爆呢 就是说把 就是在美国公司的一些 这个机密的文件呢 转给这个中共国 所以这个人又落网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FBI的局长呢 他也讲到 就是说在情报 就是中情局和就是联调局的话呢 对这个中共 对美国的渗透啊 或者是情报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所以我想在美国的很多华人 无论是在这个 就是在技术领域搞研究 或者是在私营企业的话呢 千万就是不要被中共的 这个千人计划所收买 因为美国正在加紧收缩 对中共这个渗透的 就是这样一个反措施吧 对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代表 或者说其中一个人而已 在美国应该会有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人 去替中共 或者是给中共去输送这种技术 你像中共为什么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军事技术 比过去有很大的提升 很多都是盗窃 偷窃 或者说这个黑客西方 美国的这些军事技术 根本不是他们自己 对 根本不是他们研发出来的 然后甚至通过收买 收买这个美国的这些 尤其是华人 当然也包括一些美国人被收买 我相信未来 还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被抓出来 因为美国人需要清除这些人 否则的话 你美国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去研发出来这些技术 都白白的送给这些中国 关键是中共它用这些技术来干嘛 在对付美国 所以这是最坏的 那反过来我们说 那中共可能我们很多人说 那我们华人希望中国的军事强大呀 希望它这个能跟得上西方的 这些民主国家 或者说这个强大的国家 那你跟这些国家友好啊 那你世界上 你比如说韩国 日本 台湾 这些跟美国成为战略伙伴的 这些国家 他们的精速技术都上来了呀 它不是靠偷啊 是的 它可以靠合作 可以互相的分享这些技术 那是可以做的 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种方法去做呢 你为什么要跟西方的民主世界去对抗 然后又要用偷的方式去提供你的军事技术 是吧 是的 其实还有一个呢 其实中共它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以后 其实它也不是说 完全是用在对付西方的民主社会 它还用在对待自己的人民身上 所以全世界的那个监控啊 就是surveillance啊 然后呢就是 其实在中共国是 就是全世界最多数量的这个摄像头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据说这个中共维稳的这个开支 已经超过了军事的 军费开支 对 所以就是说 一旦这个中共掌握了什么现代的技术以后 它不会去造福中国的老百姓 也不会给自由世界带来一个 一个就是很好的贡献 它只会说是危害中国人民和危害全世界就是爱好自由的人 对你刚才说那个这个对比 你像西方国家这些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是干什么的 是保护人民保护国家的安全边界 那我们说白了就是枪可是对外的 但是中共呢 中共对外不行 它对内挺厉害 那些军事的武器啊 然后那个 那个 这些 这些军人啊 武警啊 你看不仅是在大陆 在香港 你看到香港那些 都是中共派的军人过去镇压这些香港的这些学生的 所以中共居然是对内 它对内很行 对外的不行 所以就是说 这个 所以就是现在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也在问这样问题 说 说那个就是像中共啊 其实就是土豹子 他们怎么有本事去研究出 什么很先进的这个核武器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就是偷嘛 对吧 是 那那除了在军事这个方面呢 上周我们也讲过 其实美国现在就是对 就是 就是美国的企业和中共国的企业 他们之间的合作 现在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 因为很多就是通过这个私营企业的一种技术转让嘛 所以我看到这个国会呢 现在他们正在看一个 就是推出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生物安全法案 这个的话就是阻止呢 就是中共国的一些生化的公司呢 通过跟美国企业的合作 去掌握美国人的一些生物的大数据 所以这个的话呢 现在也是就是在参众两院呢 现在他们就在就是防止这个就是从经济方面的渗透 其中就谈到了两个中共国的公司 一个是华大基因 还有一个叫做耀明 这个康德 所以现在更多的这个中共国 国有企业或者是所谓的私有企业 也是就是被美国是格外的关注和审查 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还有就是大家就都知道从前两周的这个英国的钢琴家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梅西球王 这些公众人物我就发现都是跟这个灭共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而且他们一旦就是说就是被这个通过一个事件变成了一个反共的这个英雄了以后 人气就爆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英国的钢琴家呢 他是今天可能是最新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他发布了这个新中国联邦的国旗 因为我们有这在英国的战友 可能也去跟他有有一个小小的互动 然后呢可以可以那个大家就看一下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正义的力量真的就是在汇集啊 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你在国内 我相信有很多就是他也想要灭共 在包括体制内的也想要灭共 只是他没办法发声 没办法表示 你包括港澳台 我们前几天说这个刘德华 我们不要去攻击他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支持灭共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认为共产党好啊 所以我们不必要 因为他没办法 就很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是身不由己 但是海外你看这些艺术家 那可不是说固着你共产党的这个怎么样 他也知道信息都是透明的 共产党到底有多有多坏 咱们这些新农会联邦的战友 那一交流就知道我们的这个灭共的理念 是吧 我们的形象 我们的这个这个决心 那我相信正常的人他都会被担任 是吧 都愿意去跟我们去交往 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在普通的民间 或者说到政府层面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新农会联邦支持灭共 支持我们这些战友 咱们的战友也越来越多 是的 还有一个我看到这个英国的钢琴家 我觉得他比好多西方政客都更加明白 就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他把这两个分别的 就是区分的很清楚 所以我看到他有就是支持香港人 争取他们的这个自由啊 然后也支持台湾人争取自己的 就是捍卫自己这个不受中共的干扰 然后然后呢 所以他也拿那个小威尼熊啊 所以我看他他现在就成了 就是一个特别超级这个人气高的一个网红 对 你不仅他是知道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他还知道区分开不同的中国人 你看那个之前的那一批那个中国人 他知道他们是他们是那个支持这个 这个支持共产党的 是吧 或者说共产党的小粉红 甚至还有间谍什么在里面 他知道 但是你看咱们战友过去 他非常友好 就知道你们这帮人不一样 所以他愿意跟我们去接触 是的 所以据说那个在英国的一个自媒体人 还还说我们这其中的一个这个 去就是跟这个英国钢琴家去互动的战友 说很charming 很有很有魅力 然后这个英国钢琴家还就是说台湾人非常的classy 就是说就完全不是那个中共国的就是小粉红 那样子很粗鲁啊 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 让就是更多人知道中共不代表中国人的话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就是所有在海外的华人 是的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就是中共的就是在军事方面的崛起还有呢就是新的这个邪恶的轴心势力的形成呢也其实西方社会也正在关注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新中国联邦爆出了其实在中东的以哈战争啊或者是无论是珍珠党还是这个胡塞的这个武装组织背后都有中共的这个就是在它的操作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政府的话呢又发起了就是对这个就是对对这个中东这个恐怖分子的一次打击 而且这次呢是在巴格达就是巴格达杀死了这个这个伊朗的一个武装的一个一个军官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精准打击就是说这是做给谁看呢 对吧什么时候打对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精准这个投射导弹是吧 然后能够啊所以我我就觉得以前说拜登政府就是不希望有战争 然后不希望能够做出这样 但是现在这这也都在发生了不光是川普总统在位的时候 他是击毙了就是苏莱曼曼尼那拜登时期也是啊就是杀死了这个伊朗的组织这个指挥官 所以看来美国的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FBI的就是联调局的局长呢 他们也是在一次就是最近一次公开的这个国会听证会上明确就指出了 中共他现在的目标还不不仅是针对美国的什么政府的骇客呀 什么偷窃这个email啊或者是军事基地呀买农田啊 他们还对准了美国的这个民友的就是技术设施 所以这让美国人感到非常的害怕 也让更多的美国老百姓就知道 那中共并不是说很遥远的一个邪恶势力 就在他的家门口甚至就在你们的社区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近出来这个东西让人感到就是说 美国就出现一个全民都是就是对中共都是知道你是我们的敌人了 对你包括就像之前的这个病毒也是一样的 就共产党把病毒散播了全世界 过去也有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美国人也不觉得这跟中共有什么关系 是吧 他们就觉得这个什么感冒或者说一个大流行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经过新东联邦宣传 Wallroom宣传 现在绝大部分都知道 模样的这个病毒来自于中共 来自于中共的实验室 而且是恶意的这个传播 再加上我们后来这个新东联邦爆料 中共在全世界中东 非洲南美建立了十几个这样的一个生化武器实验室 他们随此可能会发起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是吧 是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就是在国会上 他清晰的就说出来 这个中共的病毒就是习近平释放的 然后现在就是说不光支持CCP 还指出就是习近平干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真的是美国现在 因为我们是身在美国 但是我知道在这个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欧盟 包括一些比较 以前认为我们觉得国家比较小 就是比比较软弱 现在都敢于站出来跟中共说no了 尤其最近意大利啊 阿根廷啊 对 是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朝鲜半岛 看到最近这个金正恩呢 他现在就是说对这个美日韩 就是在印太地区 他有做一些这个就是联合的军演 所以金正恩最近呢 他也废除了跟南韩之间的希望 什么和平统一啊 或者是经济的交往 他全部都给就是改变了 你觉得他这种举动 是不是就是要就是要准备战争了 我觉得这个 从他就他本人或者说自己的意愿来说 他并不敢去挑战 关键是他背后 那就是中共老大了 中共对中共包括俄罗斯在内 这个邪恶轴行国要让他去表演 要让他去挑起纷争 去吸引火力 吸引注意力 分散 那个美国或者说这个美韩日啊 等等这些 这个西方国家这些军力 然后让他们在 欧乌 在这个南海 在这个中东 这些 对 能发生这个逆转 或者说让中共在台湾 那有抓的好的机会下手 他真正的目的在这边 俄罗斯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什么 俄乌战场 对 对他要逆转 中共现在想要的是尽快 最好把台湾拿下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去 制造这些纷争 在多个战线去挑起纷争 有些是直接 有些是间接 是吧 而且就是趁着 美国在有一个大选年 然后呢 还有就是要应对这个中东的战火 还有朝鲜半岛 所以我记得就是前段时间 咱们新中国联邦体制内的人的爆料 就是朝鲜的所有的什么武器 包括发射一些东西 都是中共给弄的 所以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弄吗 是吧 其实这个国家很穷 而且他一直受美国的经济制裁 怎么可能去搞这种 很先进的一种军事化的 根本没有这个精力跟钱 都是中共俄罗斯在背后支持 或者是主要就是中共 主要就是中共 还有一个就是 上周我们有谈到 这是中国的这个A股 跌跌不休 跌得非常非常惨 连胡锡进都不敢再说这件事情了 那我看到这个美国华尔街时报 他出了一篇文章 西方人也很关注 他说中国的股市可能已经出到这个 这个这个最底点了 就是说那你说就是我们都知道 华尔街那是就是对中共的这个经济 以前就觉得中块股你不投 或者是美国公司不去中共去发射 你好像就就miss the boat 现在这个释放非常公开的这个信息 就是说大家都别去了 那就是一个就是都经济在崩塌了 但是你看他这个华尔街分析是 他是讲说中国股市或错以触底 他意思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买了 那你觉得真的会有人去卖了吗 不可能的呀 他根本上没有变化 你看前几天他们是把这个证监会主席给换了是吧 他以为换了个证监会主席经济就好了吗 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虚的 或者说你短期内实施一些新的经济 这个政治一个政治一些政策 都没有用了 你根本改不了 因为根源不是在这些 根源在于中国你这个体制 你这个环境 你让这些投资者 那个撤走 让资金撤走 你中国的企业就不行 企业不行老百姓就没钱 老百姓没钱 那你就没有钱进入这些股市 再加上你本身这些 现有的这5000多家上市公司 大部分都是假的都是虚的 对就是空壳的 没有人哪什么之类的 他们这么多年就靠来割这个割韭菜 割这个普通的小股民的韭菜 你不可能一直割下去的 小股民现在都没钱了 所以好多股民都跳楼了 对跳楼 那就是因为不像过去 你这个外资还在 然后企业还在运营 还有每年外贸还有 每年还有一些盈利 所以小股民还有一些钱投进去 哪怕亏一些 他还愿意能投进去砸锅卖铁 另外还有期望 但现在没有期望了 对不对 没有来源了 没有外资的钱没了 内部的消费没了 然后老百姓自己也没工作 没收入 所以你跟我说 一个股市没有钱进去 只有出 他怎么可能涨 所以千万别就相信 不管是中共内部的宣传 还是海外的这些 替他们宣传的这些渠道 说这个中共股市触底 可以抄底 赶紧去捡 就像胡锡进一样 他已经捡了多少次底了 还会往下跌 比如说2000 这个2006人 2000都不是底 对 所以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就看到很多的股民 就是说他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就是自杀这种方式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过 就是中国人 就是无论是从这个疫情 就是病毒啊 疫苗啊 然后被收购韭菜 最后就是最后 连身价性命都绑不住 对 因为他们这个 炒这个股市的时候 跳楼的很多 对啊 他都是用了杠杆 就炒股的时候 就知道他有用这个杠杆 然后实际上就相当于 他有50万 但是他又向券商就借 借了很多钱 然后到当股价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被强行平仓掉了 也就是他过去的钱 一毛钱都没有了 全部被直接平仓掉了 那很多人他是 要么是拿自己房子去抵押了 要么就是借了钱 他一夜之间就没了 所以他跳楼 他要还钱 所以我就在想 与其就是说 选择自杀的这种方式 不如站起来跟中共拼死一搏 反正也是 希望这种 希望现在的中共 这个经济崩塌 老百姓的这个苦难 能让更多的老百姓意识 这不是一个 不是你这个股市下跌 这么简单的问题 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 是共产党这个制度的问题 是里边太多的这个虚假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中共又不讲信用 造成很多的这个外资又撤离 又不安全 对吧 所以说你看 那这个股市永远都上不来的 是的 其实就是只要是中共 他把磨爪伸到哪里 把中共的体制输出到哪里 那个地方就会变成一个灾难 就比如说像香港 以前的这个香港是东方明珠 那现在我看到就是说连这个踢球的人也都知道 也都知道这个香港的这个所谓的政府 其实就是代表北京的 对 所以我看那个球王 那个梅西 梅西真的就不甩他嘛 人家就插着头 就不甩他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就是 这种就是对中共的这种 非常有清晰的认识的这种理念 并不只是说一般的什么政客 包括这个娱乐界 球王 这些人都明白了 对 这个你别小看这个梅西这个事情 现在在国内吵得很火 这个中共利用这个大外宣 它是非常娴熟的 你看前一段时间在闹什么 就大家都在股市啊 跌啊 然后喊啊 甚至要起来抗议啊 等等的 他要通过这些事情来分 分散这个股民的注意力 哦 所以他们现在就让很多小粉红 去撕他的那个球衣 就恨他 就是挑起那种仇恨 对 因为去 就我看到有这个报出来说 当时这个让他们 这叫麦阿密对吗 嗯 他去香港踢球的时候 他们出了钱 本身就不包含梅西商场 哦 所以他是专门炒作的 他说你什么 就是不 就是不喜欢我们中国人啦 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 咱们当然背后我们不清楚准确的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可以肯定 中共在利用这个事情 想要转移大家对股市经济的这么一个质疑的注意力 对 所以就是说让大家一致对外去仇恨 对 西方人 尤其是梅西来自于哪个国家 对 阿根廷 对 这个米莱嘛 对 所以我们就 哎呀 这边我们还放了我们海东 郝董跟梅西的 你看他为什么跟郝董这么友好啊 对不对 他不是说不喜欢中国人 他实际上在那边表现的 但是我不喜欢中共 对不对 是 就这张相片 其实我看到在社交媒体上 还有一个很珍贵的视频 就是以前郝海东先生 就是跟他就是就是过求的一些那个 我看了好多遍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 对 好那好 我们就再说说最近的一些法庭文件吧 我看到就是最近的话 就是郭先生的那个就是刑事案这边 有几个主要的文件 我们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一个是238号文件 就是郭先生的律师呢 他有通知就是他们会就是发一个动议 去就是撤销就是检方的就是替代起诉书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 检方有一个替代的起诉书 这里面就出现了这个Record对吧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郭先生的律师团队呢 他就是要238号文件 他说我们要发出一个撤销这个 这个替代起诉书的一个动议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239号文件呢 这是郭先生的律师团队呢 他是支持就是说 dismiss这个替代起诉书的一个声明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份 就是要这个申请就是撤销替代起诉书 他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240号文件 这240号文件呢 蛮长的啊 所以我们只跟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律师 郭先生的律师团队 他的主要的内容 他首先呢就讲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 就是郭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是一个陶子就是就是离开中国大陆的一个异见人士 而且他是希望能够推翻中国共产党的 然后呢他又是讲到呢 就是说这里面的 首先那个RICO就是他说 检方呢就不应该用一个对付那个Mafia 对待黑社会的一个 一个指控呢 去对待这样一个 有这个政治诉求的一个团体 他这里面提到新中国联邦 他说新中国联邦就是 左右时效的做了很多 就是去推翻那个灭供的事情 所以呢就不应该用这个这个RICO 能去就是去指控这样一个团体 然后具体到很多很多的 就是其他的一些指控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第一个指控啊 他说首先应该被撤销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其他关于一些这个证券上的交易呀 包括农场的借款呢 还有G-Club的这个会员呢 这个贵人的律师团队 他都有逐一的解释 为什么这些指控都应该被撤诉 就是撤销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法庭的原文 现在已经上载到 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然后在就是很快 也会有这个中文版的翻译就出来了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 然后艳平女士的律师呢 他也发了一个支持 就是这份就是去dismiss 就是替代起诉书的这么一个动议 下面就是刑事法庭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再说到 那我就想问一下 导哥您看这个 这个国内人的律师团队啊 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反应 就是要dismiss这个替代起诉书 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刑事法庭的 这个发展的就是情况呢 这个原来我记得他法庭文件 是有要在某一天的截止时间之前 要提交这个dismiss 当时也是我记得2月8号之前是吧 对反正这个我们从这里面看了很多内容 过去其实在有些文件当中也提到了 就有关于国县的过去 有关于新东国联邦后面做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 包括一些灭共的活动等等 在这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看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多去看看这些 这个总结性的 有些比我们想到的 或者说这个总结的还要齐全 就是对新东国联邦过去的一些总结嘛 包括国县国区的一些总结 是吧 就报道革命过去对灭共的这一块 这个是不能被忘记的 不能被一些不实的报道给这个掩盖 而且我们宣传的时候要更多的去宣传 就我们过去曾经做了什么 我们自己不能忘了 对吧 然后至于案件这一块呢 那接下来肯定是法庭这边 或者政府那边有一些反驳 然后法庭这边可能会做一些判决 当然我相信这个我自己够能理解 这个提出dismiss 这个能被批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这是一个行为嘛 其实这是一个行为 然后或者说表明郭县和律师团的一个态度 那至于说政府和检方和这个法庭 法官到底是什么判 那我们可能要看最后的这个结果 对吧 是的 所以我看到在这份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Chris Lee应该是美国小李是吗 嗯对 对你们是有一个就是在破产案2566号文件 里面有讲到就是您跟就是小李有反对受托人 就是关于延长破产的期限 还有关于这个受托人呢 就是想这个追溯就是想这个追溯就是他这个是叫做Avoidance Action Procedure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您和小李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因为你还记得就是破产法庭他有曾经发出过就是收托人那边 就有这个Trustee有发出过就是他想要去更进一步的去调查或者了解更多的范围的人嘛 你还记得之前是有一个300多的一个一个名单 有实体有个人 很多个人311个好像我记得 那就是说您跟小李是在这个人 对我跟小李都在其中 尽管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跟国际破产案是没有没有关联的 我相信这个也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一点 但是他提到了我们的名字 那我们当然要反对 就反对因为你没有证据 他现在要延长就像我们的律师说的 你要延长这个时间 那你是要想要去找更多的不实的这些证据吗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认为这个时间是不应该被延迟了 对吧 所以说当然我们要表示反对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也不是不仅仅是我们反对 有很多的实体 很多的就包括一些就是银行啊 或者是还有一个我看到有那个SoftB 就是苏士比的地产公司 还有UBS 还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银行 就是包括个人和实体 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反对意见 对 至于另外一个 你刚才说的另外一个 就是他这个法官有批准的那个东西 那个是讲什么的呢 哦那个是2578号文件 请导播给大家放出来 这是曼宁法官呢 他有批准这个受托人 这个可能是一个法律用的这个专词 对 这个叫做avoidance claim 对抗程序 实际上是指什么 就是这里边这个文件 这个这个法庭的文件 它是指这个 郭先生在申请破产之前的一段时期内 有可能存在的某些交易啊 那受托人认为他这个是要去了解跟调查 就这个是他这个法庭是批准了 那么这个这个跟其他的是无关的 所以就是说跟玛瓦基地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玛瓦基地是后面的 后面发生 而且本身 玛瓦基地这些 我们也不认为跟郭先生破产案是有关系 跟郭先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很多人可能错误理解了 这个是不是对这些啊 或者说甚至对更多人去 去发起这个调查 并不是这回事 当然我们不排除 他未来会有可能会去 找更多人去调查 但是这个文件是指的是他破产之前的一段时间 对他这个可能发生的一些交易 他们认为是要去调查 那就是在2021年的 2022年的2月15号之前的那个 对吧 好谢谢谢谢 所以我当时我看到就是 这每一个单词我认识 但是合起来我就不知道法律上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是在郭先生 就是申请破产之前的一段时间 他的有一些交易 所以现在这个受托人想去追查这些 对对对对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的 我们不一定解释的那么准确 然后回头大家也可以去 这个了解一下 跟这个律师了解一下 或者是自己也设计一下 就不要被伪类亲民者一个带偏了 他们有时候混淆是非乱理解 英文也看不懂 这个可能就Google翻译一下过来 就搞不清楚咱不要去被误解了 如果不清楚就可以通过农场联盟找一个律师 联盟律师去了解一下 对 好的 好那下面就是刚才这个法庭文件 大概就是这些 其实最近出了很多嘛 尤其是破产案这边 刚才我们就谈到除了就是个体 还有一些实体 也提出了这个反对意见 那我们再说一说 顾仁和这个艳平女士的近况 我猜想啊 是不是他们现在也是在准备这个 就是庭审5月20号 对那肯定是 有很多的文件啊 对那肯定是 现在越来越多 只会时间上面越来越忙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特别的 特别的这个情况 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律师 每天见律师啊 然后谈案子的这些 当然还他也没有停止学习 学英文啊 学这个数字货币等等的这一块 也没有更多的这个特别的 这个情况跟大家去分享 包括艳平也是一样 好的 那那个联盟这边情况 我知道就是因为您上周就 就是说过嘛 我们在除息 这这天呢会有一个新春的大直播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明天了 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整个喜马拉雅联盟的一个很大的活动 那今天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透露的吗 明天的明天的这个 对实际上你看 对实际上你看就是明天咱们这个 网年我们都有嘛 前面我们这个 对 放了一个视频 我们在网年 郭先生这个在家的时候 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么一个直播 大家一起这个联欢 对联线 尽管从七年前 这个人很少 到后面人越来越多 甚至还有人反报了 跟人家离开了 但是我们人是越来越多 那到今年我们不会例外 就郭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咱们也一样 要联线 要联欢 大家全球一起去庆祝 我们这个农历的新年嘛 这个是我们这个作为华人 我们自己的这个新年 特有的这个新年 那新中国联邦 我们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灭共的 这个形势多好啊 经过新中国联邦 过去这个报道革命七年 到今天 灭共成为全世界的大势所趋 共产党每日 每日矿下 你看多好的一个形势 我们没什么不高兴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 我们明天的这个 联盟这个直播 像过去 这个一样的 有一些全球连线 战友有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啊 有一些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我们一个连线 然后我们在这个纽约这边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大家在一起的线下的一个活动 联欢呢 对联欢 我们有一些战友参加 我们也有一些这个 战友的节目表演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这个 西方的支持者的朋友来表演 是吧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第三方的 我们跟我们合作的一些媒体人啊 还有一些这个嘉宾啊等等 这一块我们会有不同形式的 去给大家展现出来 我们希望 郭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新的呈现出来 就大家一个和谐的一个气氛 大家这个 依然在快乐的灭共 依然坚定的在团结在一起 就是每天就做灭共的事情 所以这一块我们不会少 只会比过去更好 是吧 郭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依然这个家很温和 很温暖 是吧 是的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那个2024年 咱们这个年呢 叫做 龙 对 陈龙年 那我就想问一个 小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 十二这个生肖 就其他那十一个 不管是鸡啊 狗啊 猪啊 什么之类的 它都是有实实在在的 一个实体的动物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见过 但是这个唯一这个龙呢 就是它不是在我们平时 能看到的 对 您说这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该 这个我过去我也不知道 嗯 就我过去也不知道 但郭先生真跟我分享过这个 哦是吗 对 就是关于龙的这个来历 嗯 你看就是龙 它本身确实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中国生肖里面又有 而且中国的文化里面 很多关于龙 就是那个什么 中国的墙啊 还有那个雕塑啊 什么之类的 中国人很多的这个 有龙的一些土 甚至把它当成一种图腾 图腾 对 我们很多这个 关于龙的这个文化 实际上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嗯 那为什么这个 会有这么一个存在 实际上是中国人喜欢把这个 就把很多美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 集中在一起 哦 集中在一起 然后就创造出这么一个龙 嗯 那你看我们说龙的组成 你去看它一下 就是龙的这个 它的脚 是像羊脚 哦 就是它那个 是这个脚还是这个脚 没有 就是头上的脚 头上的脚 哦 然后那个爪子呢 是什么 鸡爪子 哦鸡爪子 像鸿爪 对 鸿爪 然后还有身体像蛇 对 像小龙 对吧 眼睛你知道像什么眼睛吗 对 牛 哦 牛眼 哦 牛眼那个同龄大的眼睛 然后那个嘴 嘴是像什么嘴 马的嘴 哇 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尾巴 老虎的尾巴 哇 我都没有注意到 它是它的组成 你看它都是来自于这些 这些 其他的这些生肖的一些特别有特色的一些部分 这些组成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到这个龙的组成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你看它龙集合了这么多的这个 其他的生肖 它是集合了什么 比如说有 它希望这个龙有狗的这个忠诚 然后蛇的这个反应敏捷嘛 然后还有这个猴子的这个活泼 牛的憨厚 然后还有这个马的奔沉 还有老鼠的这种生生不息繁育 老鼠的生育能力特别强 然后还有鸡 鸡爪子 我们说它这个鸡爪子 对很勤劳 就是天天跑吃的 对 吃草 吃虫 生蛋 是吧 包括羊也是这样 羊吃草 还有这个下奶 是吧 羊 羊生产也都是宝 就是你看它 这个龙它就集合了这么多这些 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动物的这些优点 集合在一起 当然就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这个传统 中国人的这种 这智慧 就想象 但是我们要看 你看 中共 这个 控制了中国以后 它把这些 我们想象的这些动物 描述成什么样子 是完全相反的 嗯 你想到这个鸡 肮脏 很脏 是吧 然后狗 就是天天叫 咬人 然后你像这个 蛇 毒 然后猪肯定也是脏 是吧 猪还有懒惰 老虎 就是很凶残 等等的 就是在共产党的文化里面 它都把这些好的东西掩盖 去把这传播给老百姓的 都是这些 不好的 这就是一个对比 实际上你在这里边 关于龙的这个来源 郭先生过去讲过的 让我也是熬梦一心 我过去也没有理解 我从来没有想过 而且你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龙 它就全身 它是不同的 这个动物的 这个 好的 所以说 这个龙的文化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我现在以后 郭先生回来以后 大家还可以再让他来讲 就关于这个龙的来历 龙的文化 实际上就是很了不起的 这么一个文化 就中国的 以前的这么一个文化 只是共产党把这个东西 给完全给掩盖 或者说负面 包括其他的生肖 也是一样的 就你像我们说 那个羊的那个角 过去郭先生说 以前的那个 古代的那个法庭 法院 或者说那个门口 都是放在那种羊角 叫什么名字 有一个叫什么 叫蟹植 这么一个动物 实际上就是羊角 那那个羊角 在这个司法上代表什么呢 就是公正啊 或者说等等这样的 实际上就是过去 对这些动物 它的描述都是很正面的 对 但是到共产党这件事 就完全没有了 中国文化就被它 全部给掩盖了 被给消灭了 就像中国 就像共产党 中共对这个中国人一样 实际上我们说 中国人是很勤劳的 是很聪明的 但是中共就不让你发挥 你看他教育就看出来了 就磨灭你的天性 从小孩开始到大了 让你疲于奔命 去赚钱 不让你去发挥你的财质 你勤劳你的智慧 是吧 然后不让你拥有这个财富 不让你有你的私人空间 不让你有时间去考虑民主法治 就落民政策 是吧 就中共就是用这种手段 所以我们老百姓 就是这样 就几代人 可能为了一个房子 为了娶个老婆 为了养个小孩 可能就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 到最后说不定 你再富不起 生生不起 养养不起 看病看不起 死啊死不起 对吧 是的 所以我记得就是 就是有很多 好像班农先生有讲过 说你就看就是中国人 他一旦是离开了中共的体制 他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他都会成为这个国家 受人很尊重的 这是一个社群 因为中国人很勤劳 而且很平和 也不会去大街上去讨饭 他们都是用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财富 给这个社会带来价值 而且中国人很重视家庭 教育 很爱好和平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中共的体制下 本来把很好的 中国人的品质 都把它 其实就是都 就把中国人的这个 赋予了恶 就是穷凶极恶 或者是小粉红那样子的 你说的没错 就是中共的文化 它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 那个良弊驱逐劣弊 那共产党是 劣弊驱逐良弊 就是好人进去都变坏 好人进去变坏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要把这些 十二生肖里面的 这些动物的优点 或者说 都变成缺点 对 都抹灭掉 然后都讲它的缺点 人也是这样 中国人也是被他们讲了 把中国人那个略根性 发挥到极致 就让全世界都看到 那个华人 我们的华人就这样了 中国人就这样了 实际上到了国外 到了另外一个体系 到了另外一个民主的环境下 完全不一样 是吧 这是中共的手段 它就是要你这样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你永远都 为我奴役 为中共去奴役 它目的是这个 然后让中国人 没有自信 是吧 没有机会 没有财富 没有 最后就是没有未来 是的 那新中国联盟完全不一样 新中国联盟要做的 就是你共产党 去 在做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反着做 是吧 共产党你不愿意 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做 就要把中国人的 这个智慧 中国人的勇敢 勤劳给发挥到极致 然后让他们 拥有财富 让他们拥有 这个民主的概念 我们要做的 就是这个 对 是的 还有就是中共 它就说 那个爹亲 娘亲 不如党亲 所以以前就是 在中国大陆 就是过农历新年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 就是说 我要被什么 什么就是 陪国家领导人 什么之类的 就没有时间 去照顾自己 就跟自己的家人 和朋友去团聚 所以就是 中国的传统文化 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 就是要 就是要 就是亲朋好友 就在一起 对 聚会的 所以说 现在中共独裁 中共的这个 这个体制 不灭掉 没有任何人 是有希望的 只有那中南海的 那几百个家族 他们是有好处的 其他除了他们以外 的全部老百姓 都是 都是这个 这个割韭菜 都被割韭菜 所以说 你不推翻中共 怎么行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过去 海东说 这个灭共 是这个正义的必须 还有一个就是灭共 你是所有人的 生存的必须 因为你不灭共 你的生存 都生存不下去了 别说是这个 我们再讲 很高的正义的 你就基本生存 你就生存不下去了 你像现在中国的经济 老百姓 死活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在 这个大雪的 这个路上面 根本没能管 有些人 那个车子停在那边 已经停了几十个小时了 没吃的没喝的 还是严寒 根本没能管 然后他们还在 鼓动老百姓去反 这个什么攻击 梅西啊 又是攻击 球队啊 对他们喜欢用这种 而不去解决 真正老百姓的民生问题 这个是最恶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一定要 让更多的老百姓 更多的中国人 反正清醒过来 醒悟过来 在你们当地的国家 或者是社区呢 告诉人们 我们是向往自由的 就是中国人 我们不被中国人所代表 不被中共所代表 我觉得这样的话 能更加保护更多的华人吧 对对对 是 那导哥 今天我们这节目 就在结束之前 您觉得还有什么 要跟我们分享的 无论是在过去的 七年里面的 我们的新春大直播 还有或者是 明天的这个新春的 这个大直播 或者是其他什么 您觉得有什么 我在 我们在 我在给大家分享一个 龙年的这个 郭县有提到的这个三季 哦三季 就是三个 是龙年不要做的 三件事情 对对对 不要做的事情 好了 第一个 大家记得 第一个 龙年大计是这个 与家人 爱人 斗气 吵嘴 不和谐 OK 对龙年 不能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那我能不能说 如果是家里有 伴嘴的话 自己一定要克制住 对 跟家里人不要产生 不要生气 不要斗嘴 对 这是龙年大计 然后第二呢 是什么 二计什么的 就不要忘了健身 不要忘了健身 因为你不健身 你就灭共的斗志就被落花了 嗯 对吧 然后这个是因小失大 嗯 所以二计就是不要忘了健身 嗯 回落了你的斗志 嗯 因小失大 嗯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什么 就是跟不上灭共的大事 嗯 错过了这个灭共的千年难遇 或者说这个难遇的灭共的天机 嗯 然后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行动 然后过好这个365天 龙年的365天 嗯 所以这个龙年三季 三季 好 一个是不要跟家人斗嘴 不要置气 第二个呢 要不要放松健身 第三个就是说 不要错过这个灭共的大好时机 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 既然这个龙被中国人赋予了这么 就是说丰富多彩的一种美好的这个向往 那您觉得这2024年是不是在灭共的这条路上 会有更大的 无论是西方的自动灭共啊 还是说墙内的人去反抗这个中共的强权 我们在2024年会有更多的看到更多的不平凡的事情 绝对 2024年绝对是不平凡 对新冬两半来说 我相信也是到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年 不一定说我们今天一定会看到共产党倒台 但是我们一定看到共产党倒台前的最 最最最最贴近最靠近的那一刻 因为全球灭共 现在每一天都在进行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刻哪一哪一秒钟就忽然倒塌了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的那那就是非常期待明天的青春大直播 对 然后也期待见到很多线下的战友们明天 然后呢 线上的连线的战友 对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 那导哥你就带我们所有的这个战友们一起 为郭先生还有为郭先生的家人 还有燕平女士 还有墙内外海内外所有的华人 以及支持和关心 以及帮助我们的新中国联邦的朋友们一起祈福吧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也这个为我们明天的大直播祈福 我们所有的参与大直播的这个战友 露脸的战友 还有在后台的这些战友 我们包括最近有很多农场参与 其实几乎所有农场都参与 做视频做海报宣传 然后这个参加直播 做准备一些线下活动等等 大家都在很努力 很红红火火的在准备着 对我们希望明天一切顺利 好 好